自立菩萨 南无大智文殊师弟菩萨 南无大智文殊师弟菩萨 奥阿弥拉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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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文殊菩萨有一字咒 五字咒 八字咒 那其中一字咒 我们念一下奥阿弥拉奉 奥阿弥拉奉 那念这个咒也很重要 看到人家怀孕 愿他母子平安 就要念文殊一字咒 奥阿弥拉奉 乃至呢你今天打坐的时候 我的消除障碍 也是要念奥阿弥拉奉 念一遍保护自己 念两遍保护周围 念三遍整个周围得到保护 叫奥阿弥拉奉 特别怀孕的妈妈多念 然后呢母子平安 那五字咒呢 各位都会念 阿弥拉奉阿弥拉奉 就是奥阿弥拉奉阿弥拉奉 那就是五字咒 文殊心咒 那现在要讲的就是八字咒 奥阿弥拉奉 也有人叫奥阿弥拉奉 那这个咒也很重要 跟各位 关系比较重要 也听我讲过 好 大家念一下 奥阿弥拉奉 奥阿弥拉奉 那关于这个咒 有几个功德 这是在文书四里 《宝藏陀罗尼经》里面 所写的 我们念一下来 一 是陀罗尼能大利益 怜悯一切有情 诸众生故 能断诸善恶道 能为一切做法 如佛现在处事无益 所以你念这个咒的时候 就像佛陀在世 能够令众生脱离善恶道 所以站在菩萨 菩提经我们一定要学 所以我们念完一段功德 大家就念三遍 好不好 看今天能不能把这个咒 给背下来 可以消除三恶道的痛苦 如佛在世一样 来 奥阿弥拉奥甘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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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各位你有时候 你自己可以观想 三恶道众生在面前 三道 所以你就由内心的悲心自然流露 奥阿弥拉奥甘扎拉 完了以后再为他们念 奥弥陀佛脱离善恶道 希望他们往生极乐世界 把它当作一种修行 第二 念一下 此事文书施立菩萨自身 魏力诸众生故 自便其身为八字咒神像 能满一切有情意乐等事 所以有情众生希望长寿富贵 没有灾难希望开发智慧 所以你念这个文书八字咒 就像文书菩萨现前加持一样 利益众生 所以念这八字咒 等于得到文书菩萨的加持 所以各位观想满众生的心愿 祂要健康 祂要发财 祂要解脱 祂要发菩提心 祂要往生净土 都能够满怨 来 奥阿弥拉奥甘扎拉 奥阿弥拉奥甘扎拉 奥甘扎拉 奥阿弥拉奥甘扎拉 第三个更重要 奥阿弥拉奥甘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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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作事业 不能回葬池八字仁福 何况 于小天人 即无微的龙神鬼 而作葬难 所以念这个咒 可以让你不会堕落无间地狱 念这个咒 就算你杀到淫妄 破了重戒 那这些罪业都可以消除 就算是像弥勒菩萨叫补处菩萨 或打为得天 都不能伤害你 夺你的福德 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不会被障碍 所以大家为那些造无逆罪的 杀到淫妄就造重业的 还是要修福报的 都能够圆满 没有障碍 来 那我是教各位这种方法 就是说修行随缘 你自己坐在车上 想得伤恶到苦 想得生病的人 想到他们要赚钱 你就自然念出 对他们有帮助的佛号和咒语 也是这个意思 要时时刻刻保持这个悲心 来帮助他们 第四 所以念这个咒 念一遍 你自己就得到保护 念两遍 你周围的人得到保护 念三遍 整个新加坡 整个亚洲得到保护 所以乃至十地菩萨 都不能超过文殊菩萨这个咒的力量 何况一般的鬼神呢 所以大家念三遍 保护自己 保护周围 保护整个国家 来 欧阿阿比 拉佛陋车的 欧阿比喽佛陋车的 所以这个就是修悲心 由自己到周围到世界 所以把文书菩萨的力量展现出来 第五 若诵四遍 即能拥护七妾男女 若诵五遍 拥护一切眷属 若诵六遍 能护一切诚意春访 若诵七遍 能护一切众生 重点是各位一定要相信 我发现我出家几年了 跟很多出家人在一起 他们就拿给我看 这不可能 我跟他讲说 你信心不够也是个业障 明明佛菩萨说 你怎么不相信呢 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信心 有信心所以你就不会担心 记住一下 只有信心 不能担心 只有悲心 不要担心 有些人叫做蒙山丝丝 做烟空 我看我不行 我都是鬼 你就叫担心 你只要有悲心 有信心 你不要担心这个 对不对 你念文书八字的时候 文书菩萨亲自降临 你不用烦恼 那不是你的事 那是佛菩萨的事 所以各位要 对佛菩萨有信心 所以我们要念四遍 所以各位每天至少念七遍 由字到所有众生 你儿子要开车出去 你会担心 还不如赶快念这个众 你有信心你就不会怕 你越担心事情越容易发生 第六 若欲着衣之时 当作衣七遍 能除一切内外恶毒 极诸灾难 所以各位你每天要穿衣服的时候 念个七遍 那你这个衣服就是你最好的保障 不会琢磨 不会中毒 等等 大家念三遍 所以各位你经过卖衣服了 你进去要念一念 你做妈妈的洗完全家衣服 念一念 像洗衣粉一样 然后这就是菩萨道 保护对方 甚至别人拿衣服 你帮我拿一下 念完了 让他穿着 这是你的悲心 第七 若洗手面时 当众水欺骗 能令一切众人 生贵众心 所有诸恶人 见者惜当降伏 自当敬重日夜意念 见即欢喜心无舍离 希望别人看到你欢喜 像佛菩萨被看到的 就是脸跟手而已 所以你要念这个咒 别人看到你的脸 看到你的手 自然欢喜 尊敬你 喜欢亲近你 看你一次忘不了一辈子 佛的脸就是这样 你要看到阿弥陀佛的脸 什么痛苦都没有 对不对 就要往生净土了 什么癌症都没有了 所以来大家 特别要记有洗手洗脸 或是在擦脸擦手都要记得念 来 是为我们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是穿这个奇装衣服 就是要别人看的 希望别人看到你 尊敬你 学习你 所以就要去修 修这个 希望别人敬重你 第八 重不重要 酸痛 关节炎 热水拿来 然后给他念一百零八遍 再给妈妈洗身体擦身体 很慈悲 而且各位要学会 会观想 那个老人家酸痛 很难过 老人院这么多老人 所以各位你有时候在家里 你要坐在那边 念一百零八遍 观想所有老人院的老人 肢结 关节痛的 都在你面前 释迦牟尼佛说 就算对方没有得到 因为你有这个慈悲的观想 你消无量业障 死后生犯天 何况你有信心 你在观想的时候 对方就得到了 所以在藏传佛教 很重的这个观 观是一种心灵的力量 超越时间空间 说你念这个 你观想走入地狱道 恶鬼道 那边都会得到 所以念下来 一念三千 万法为心灶 心念在哪里 功德就在哪里 这就是 所以因为你这样 你要好好的训练你的心 你会知道 哇这个心灵可以改变世界 这个心灵可以创造一切 所以各位就不要有负面的心态 特别要持咒 就不要有负面的心态 一直加强正面的心灵的力量 可以帮助别人 第九 若每日早朝 以水一局 咒欺便引之 再生所有恶报 惜得消灭 何况无灾恶者 极足三业者 亦得除愈 病得寿命长远 太重要了 每天早上 第一杯水 念七遍 小野长 深口意清净 所以你要负责 明天早上起来 那个水瓶来来念完 让你家里人喝 你到公共场所 只要有在给人家水 你在旁边站一下 念完 谁来拿水的人 都得到力量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 为什么藏传佛教叫灌顶 灌顶就是你把这样这么好的东西授权给你 你是要去弘扬的 不是要占有垄断的 因为只有你身上有这个宝 很少人知道 他们也不会相信 但是你要走到哪里 看到有人在喝水 或者你平常要念的念珠 念好以后吹口就 如果你愿意念满十万遍 通通在里面 你走到哪里 人家在卖贴的膏药 你就念好了 一贴就好了 酸痛 洗脸的地方 洗手的地方 你经过那些 在人家洗手 你就给他吹一口气 你要把佛菩萨的力量 都融入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就会去念 很多的经典 做个异点 反正有利益众生的 都要把它背下来 融入在你的身口里面 就这个意思 来 念三遍 第十 如果咒饮食 吃者一切诛毒 不能为损 若见恶人近有冤家 当须念诵此咒 所有冤家其恶心者 当志祥福 恶心即灭 慈心相邪 评 说 例えば这个人在吃肉 肉就是毒 所以在赞传佛教 他们要吃肉 一定会念这个咒 没办法 或是讲个梦说 吹口气 所以叫吹肉往生中 就是消除 但是没办法 但是你不能说